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越南一套 蠻多人使用的套路 而台服沒人用 通常台服大家的悟空 都拿來做什麼 通常99.9%都是打野 但是呢我翻了一下 岳福的全服最強哦 他們積分達到上萬分 甚至呢 天梯的那個巔峰賽 都有人使用哦 悟空凱撒路 你沒有聽錯 這個光是積分的排名 有一半以上的悟空 全部都拿來打凱撒路 真的是超特別的 另外我在台服 想要試用一套這套裝備 結果一開始就被罵屁骸 誰是屁骸 他們覺得用悟空走凱撒路 都是屁骸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地方是呢 其實現在凱撒路的外塔 非常堅硬 你要選的是一隻 後期能夠做事的英雄 這才這個造型 是一個官方的全新遠心 也有人說這個造型 非常像是 王者榮耀悟空的全息碎影 這個造型哦 不過沒有關係 那很多人一定會問說 悟空在凱撒路對線 基本上應該是對不贏任何英雄 像我現在對上的是亥犽 雖然算是冷門少數的英雄 但是你一定會有著傻傻的悟空 我就是跟他貼著打就對了 你只要選擇把兵線清過去 而把第一件裝備 聖劍出出來之後 不斷的跑線 你就知道悟空 真的到底這版有變得多強哦 光上次的改版 雖然傷害變低 但是他的攻擊速度變高 我覺得差超級多的 好 直接過去定了一個大招之後 就輕輕鬆鬆的秒殺亥犽 那我前面要補充的地方是呢 悟空在前期哦 不管說前中期 你在凱撒路 應該是沒有辦法打贏任何的英雄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的把兵線清過去就對了 而且別人要來Gank 你根本就Gank不到哦 因為你的一技能會有隱形 大絕招也會有隱形 再加上你一個瞬移 用起來會更好用一點 而且如果你玩悟空打野 你並不是很熟練的話呢 有時候大招出去哦 你會覺得 哎 就只有一個制裁 但是你有了這個瞬移 會更有靈活性 大家可以把影片按下喜歡 加入你的最愛 一定要試試看這套裝備 越南幾乎 50%以上的悟空 都是走凱撒路 哇 真的我今天用了也嚇一跳 我在一開始使用這套裝備 我想說天啊 我絕對會被打爆 但是你看到我前面的精彩影片 後期你只要能黏住射手或法師 把他抓掉之後 你能夠50%血量再稍微躲到旁邊草叢 你有機會把第二個帶掉 你就成功了哦 比起那種弗洛倫要在那邊滑來滑去哦 比較文雅一點 我悟空就是講求一個暴力的打法就對了 好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不斷的快速的把兵線清過去 而且我覺得悟空 我玩起來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出棒的動畫怎麼感覺 有點跟不上的感覺 就是我的棒子已經才揮到半空中 然後我的傷害就出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把兵線推過去之後 下路發生了一波非常激烈的會戰哦 並沒有班上選班長還要刺激哦 你們現在有沒有開始選全新的幹部啦 各位我還記得呢 以前大學的時候 誰敢遲到誰敢沒來 你就要當班長 因為在大學的時候 當班長就是一個死缺哦 好 在這個時候下路有一坨了 我們在草叢裡先稍微蹲一下哦 因為只要被薇娜定中 我也是整個量掉了 我們直接進場之後 先鎖定薇娜大招直接開下去 秒掉他之後呢 在旁邊稍微蹲了一下 拉維爾在後面不斷無錢輸出 而薇娜還有機器人呢 來個愛心媽媽送便當 把拉維爾直接送回了午餐場的鵪桶 超級可怕的 我們這個陣容超可怕 哇 薇娜竟然閃連殺愛 和平啊 各位 亥雅海在上路猜 送給他猜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拿回了一個 巨大的優勢 在前期的時候 我們是以一個 1比5的比數開場哦 而我們的綺爾還是誰哦 一開始就說我是屁孩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啊 我覺得台服很可惜的地方是 我們打的套路都 太保守了 但是如果你去外服伺服器玩的話 你會發現 就是同一隻角色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哦 不信的話你現在打開一下台服 全服最強的悟空哦 勝率都是差不多在 40%到52%之間 然後可能戰力都是六七千左右 我不知道是因為 月服的人口激素比較多的關係 他們真的 專精那隻英雄 真的就是狂用狂用狂用耶 用到他不用為止 好 齊爾直接大招之後呢 這個維拉又把拉威爾定到之後 哇 我的天啊 這一場維拉整個就是肥豹 而我拿了一個109 我只能說靠運氣 我運氣不好 暴擊傷害一直沒有出來哦 而且我發現 更狂的地方是哦 他們全服最強 我剛剛不是有分享了嗎 有50%的悟空是打野 50%的部分是走凱撒路 那另外這50%的凱撒路的悟空 又有50%的悟空是 不買鞋子悟空 是不是非常特別 他就聖劍接完哦 直接就出颶風雙刀 取代鞋子的速度哦 然後直接出了天叢雲之刃 哇 這個傷害真的是嚇死人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套路又要怎麼玩 我的天啊 真的是各種創意滿分耶 台服現在比較流行的哦 幾乎前面都是那種哦 四個手套的悟空哦 可是我認為這套裝備 比較有個致命缺點的部分 這套裝備就是狂game狂game 可是他打野刀就是一級 那一級的打野刀 就是你吃野的經驗 會稍微的少一點點 這是他稍微比較弱勢的地方 不過他前期就非常有影響力哦 可是我真的覺得 你前期要更有影響力 可以玩那種菲尼克啊 更有影響力 好 這邊呢 我們直接鎖定那邊哦 不要傻傻的 用悟空在前期去貼坦克 絕對是徒勞無功哦 在你天童魚出來以前 打坦克幾乎都是 幫他抓癢的份而已 好了 如果你看他抓上去 我跟你講的 伯頓一腳哦 就像那個馬踢人一樣 直接把你踢到天空中 把所有的野怪都弄掉 除了玩所有英雄 都會做的事情 哇 被看到了 他手上還有一個 綠綠的好像是耳屎的東西哦 被丟到就會不得了了 各位 我最近的身體不知道是怎麼樣 出了一點狀況 就是我只要熬夜的時候 我的耳朵就會超級癢 而且你就會感受到 我的耳朵裡的東西 就是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在震動 然後就挖耳朵 就會有那種巨量的游游耳屎哦 我還記得以前呢 其實我 其實我有點搞不懂 你知道嗎 然後網路上都有些人說 要挖耳屎 不挖耳屎 耳屎動一動就會直接出來 可是我覺得 像我這種失事耳屎 不要講耳屎 好像有點耳屎 我們繼續講個遊戲好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輕輕鬆鬆的 對不起 因為亥犽那個 亥犽那個手上綠綠 讓我想到他耳朵在挖耳屎 所以抱歉了 聊了這個不好的話題 非常感謝歐米加 幫我開了一個治癒哦 然後我們就直接順水推過去 欸 欸 我現在才發現哦 對面 原來也有維拉者 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的存在感 也太低了吧 你可以看到現在 我雖然沒有打野刀 但是我的輕野速度 整個也是快到不行啊 就像是你去劍湖山 坐雲霄飛車 沒有系安全道 直接飛上天的感覺 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要超開心的哦 就是我這禮拜終於簽了 人生的第一台汽車了 雖然只是一台小噗噗 不過這次 這真的是我努力賺錢賺來 就覺得非常的欣慰 天啊 就是我現在30歲 然後我現在就是 還在貸款房子 然後但是終於有自己的一部車 就覺得好像 欸 自己有點長大了的感覺 你覺得人生長大的目標是什麼呢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分享哦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覺得我們騎了很可惜 他就一直不打凱撒 明明我們有非常多的技術 隱形蹦蹦大招敲敲敲 一個國民健康操 123 3 2 1 1 2 3 5 6 7 就把薇拉敲掉 當薇拉死翹翹之後呢 對面已經沒有任何英雄 能對我造成威脅 而且我發現對面的伯頓 好像不太會使用他的大絕招 把亥犽敲一棒剩半條血之後 他開了一個強化回復 又回到三分之二 那我們這邊呢 直接一個往左假動作 就像灌籃高手一樣 往前一滑 在一個小大招的硬心招配一個二技能 有沒有死得非常驚訝 好 我要定住之後呢 又一個連續暴擊 悟空真的是一個運氣級的英雄啊 沒運氣就什麼都不是 那這邊就輕輕鬆鬆的再見囉 各位 我要直接 哦 你為了我繳閃線 繳愛心繳大招 你只有這麼愛我嗎 和平啊 各位 在這邊應該是來一波 激烈的凱撒會戰 那我們小猴子就在這邊等著 往後敲 直接敲兩名對面後面的射手 嗨呀 直接大絕上來 不過完全沒有傷害 不過沒關係 我們繼續把悟空給敲爆 就直接拿下了一個三連殺 你剛好看到我的那個大頭貼是什麼嗎 我現在設定喔 就是只要三連殺 就會出現那個肥宅若伊的照片 超級可愛的 好了 那左下角呢 就是這一次越南伺服器的 凱撒路悟空的出裝 我覺得算是不錯 對線你要注意的是 你只要洗兵就對了 不要跟他激烈的會戰 而你要所做的是快速濃裝到 聖劍颶風裝到你就天下無敵 往後排抓 不要往前排抓 這樣就是你能拿到三連殺的 輕鬆配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